日本的东京医科大学在上周被曝出多年来一直通过篡改入学考试成绩来尽可能少地录取女学生 因为校方担心女性迟早会因为结婚生子而放弃从医 舆论重压之下 该校开始自查 并且在昨天召开了记者会承认这一丑闻术实 该校录取记录显示 通过入学考试的女性比例2009年为24% 2010年上升到38% 但那之后这一比例持续走低 今年更是降到了18% 只有30名女性被录取 男性则有141名 是女性的近5倍 令人震惊的是 女考生录取率低并非实力不济 而是校方有意打压的结果 内部调查显示 今年共有19名男考生被额外加分 而他们的家庭都曾向校方捐款 招考部门刻意拉低女考生的成绩 是为了确保最后录取的考生中 女性不超过30% 如此大面积的篡改 从2011年起 得到校方默许 而校规模的篡改 甚至要追溯到2006年 铁证当前 学校高管不得不集体道歉 并承诺从明年起如实招生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